台大A院命六部 臺灣封城秘廟學會 萬新一 各位醫師 各位護理師 各位聽眾大家好 很榮幸有這個機會來這邊做這樣的演講 今天大家辛苦從早聽到晚 那是最後一場 那我盡量用比較簡單的方式 跟大家講重點的影片 大家太辛苦 那我們知道社務院是年紀增加 因為大家都應該很熟悉 那像這帳面寫的 當年 想當年年輕的時候 丙風尿死章 那碳如今 順風經滴血 所以事實上我們在男生的廁所上看到說 尿頭旁邊 他們碳了一些尿在裡面 事實上那些就是可能他尿的方式 沒有辦法尿得很順 然後因為尿不順 第一 造成那附近的尿疾在哪裡 那事實上也很多的新資訊告訴我們說 社務院現在有很多新的東西 有更精細 有一些優勢可以做得更好 那到底新的武器是不是真的比較好 那今天要探討的東西 那當然在講手術的方式前 我還在跟大家提醒一下手術的時機 並不是每個社務院都有手術 像有病人問我說 我社務院是不是一定要割掉 當然當然是不需要 那什麼是手術的時機呢 有分絕對時機跟相對時機 絕對時機當然是反復的尿滯流 蠻力性的尿失禁 反復性的尿道感染 膀胱結石或氣室 或因為社務院北大 持續併發血尿或身臟的一些問題 才是手術的血淚時機 那什麼是相對時機 當你藥物治療無法改善 像蠻力量症狀或財運量量的時候 就是手術的相對時機 那我們知道去年 事實上2015年是 那個回到未來這部電影很紅 事實上這個東西是 因為那個電影 我記得是好像是1995年拍的 他就探討說20年後 就告訴我們說20年前 預計這20年後有什麼東西 是我們打得到有時機 是我們打不到的 所以如果要回到未來的這個東西 就是通常需要一個時光機 就是說可以用過時間 調整讓你那個回到過去 那假設我們有一個這樣的時光機器 那我們現在是2016年 那我們回到過去前20年的話 那我們看到了什麼東西 那時候我記得好像主演儀式的時候 還沒到主演儀式 那時候剛去實習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老師告訴我們 攝護腺的手術 就是有兩種選擇 一個就是TURP 傳統的TURP 直接進去用刮處 一個就是Open Prostectomy 當然這個東西 TURP 目前可能還是 最主要的手術的選項之一 不過Open Prostectomy越來越少 所以現在目前是當時的Ghoststands 這兩種 那現在就是今年那個 泌尿科 那個望遠會 看到泌尿科 望遠會記的海報 它滿炫的 各種不同顏色的雷射光 可能是大家色物線太多了 所以會對雷射特別有興趣 各式各樣的雷射 到底紅光 綠光 藍光 這些東西 對於色物線手術有沒有什麼差異 那希望在接下來的演講 可以給大家一些簡單的一些答案 所以今天Outline 其實主辦單位他們設計的題目 我是覺得其實都還不錯 第一個就是手術有哪些最新的進展 那到底企劃 Rexection Education不一樣 如果不考慮經濟效益 雷射跟雙擊電刀 到底哪一種比較好 那過去有人說 雷射的手術的再手術率比較高 是真的嗎 那對於超大的手術率很大的改變 到底有什麼比較好的對策 那單肌電刀是不是走入歷史 是不是不建立病人使用 那抗瘾血液手術前是不是一定要停 那我們在手術前 有些病人 當外皮膚最怕的病人 手術完之後給你complaint 效果不好 只要去預知 哪些病人疏後不會有改善 那以下就是我簡單的那個報告 那當然在看一些旅路配合之前 當然我們是看那個EAU guideline 那事實上對於EAU guideline 對於VPE的手術上是講的蠻清楚的 如果說目前來講 單一的就是過去傳統 Monocore剛剛講的TURP 事實上對於一個大小 30到80克 或80mg 並且中中部相片的症狀來講的話 事實上還是一個標準的手術治療 那證據等級跟推論等級 都是相當好的 相較於藥物和微創治療 可是它的缺點就是有較高的併發症 那現在開啟的人 因為單級電燒 有它可能的水中毒的併發症 所以有些人會用雙級電腦來取代 Bipolar的TURP 那目前它事實上也有相當多的 evidence 證實它短中期的療效 跟Monopolar的TURP是相當的 那它的優勢在於說 它的術中有較高的安全性 因為它使用的是濃度的 而不是Biswater 所以它相當講 TURP新種的疾位會比較小 那後面有一些人就告訴大家 那當你攝污線如果小於30克的時候 事實上不一定要做刮除 只要做Incision TURP 事實上是手出的治療選 但是針對攝污線不大 並且沒有Medium Low 沒有特別高的攝污線的Medium Low 的話是做TURP就夠了 那它在EA 25號吸氛畫的 市區公司很明顯 還是對於大於80克的 設物線 是一個建議的治療選項 可是我相信在座各位 如果是泌尿ブ protocol 季療療療療療療療技術 它的臨床症狀改善是跟TURP一致 那可以减少併發症 讓尿流素的改善程度較低 所以它治療效果來講 可能比不上TURP 那TUNAR這個我也做過 有一陣子有做過 它是用針去做燒索 Needal Operation 它的症狀改善也是跟TURP一致 也是併發症比較小 不過它的效果一樣 跟TUMT一樣 沒有傳統的TURP來得好 所以事實上這兩種釋組 相對講是比較Minimal Invasion 不過說真的 效果可能還是比不上TURP 所以我想這兩種目前在台灣來講 做的人應該是不多了 那當然最新 因為我們現在主要是攝護腺雷射手術 那目前來講 對於這攝護腺阻塞的病患 攝護腺雷射不可能是立即性主 主觀或客觀上改善都很同於TURP 那事實上主觀和客觀上改善 重傷起功能上改善 事實上跟TURP也是一致的 那最大的優勢 就在術中的安全性跟止血效果 它的術中的安全性比TURP來得高 那可以在病患接受探尿血 又高心血管風險的病人 建議用雷射來做手術 那如果有些真的不適合手術 或不適合麻醉藍性定化 事實上有現在比較新的 是攝護腺的支架的放置 那後面可以提到 那當然有一部分人會使用攝護腺 或者是酒精注射 或攝護腺熱毒感菌注射 不過這一部分應該只是 可能一個TURP 對於致床使用的機率是不高的 那這是一張簡單的試液圖 跟我們講說 如果Protect不是很大 你在5點跟7點的畫兩刀 畫到Value讓它整個放開 或許就可以解決病人的問題 這是很簡單的手術 那這是試液圖 這是Microwave 就是預算Microwave 利用一個Tuber放在裡面 然後產生它Microwave Generator 然後利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去掛外攝護腺的組織 在改善攝護腺 不過我想這一個東西 目前好像在台灣 沒什麼人在做 那這TUNAR也是類似 它給它用一個針 插進攝護腺裡面 內置進去的時候 把針插進去 然後也是用Simal Injunct 把它那個Protectinium 把它破壞掉 也會改善症狀 不過也是一樣 長期的量可能比不上TURP 目前做的人也比較少 那這是Eurolive 它事實上這幾年 在國外的醫學院醫學會的廠子 都有這樣的東西 它是從尿道進去 放個像是釘子的部分 把攝護腺拉開 讓它那個 放個濕釘 然後讓它的尿道拉開 來改善症狀 過往這個在未來 可能某些病人 如果真的不適合手術 或許也是一個治療的選項 不過這個目前在台灣來講 似乎還沒有人在做 不過我們看E-A-U的概念 在2015年的E-A-U 剛剛有提到 因為剛剛那個中文翻譯的版本是 是那個 應該是以2025年的E-A-U 改善為準 因為那個其實是林維宜主分翻譯的 它在我們今年E-A-U 改善做一個翻譯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 在2025年的E-A-U改善 那Long-Term的還需要去做 檢討這些的結論 它的E-A-U是1B Grain recommendation是B 可是在2016年的E-A-U改善來講的話 它事實上它的那個 E-A-U事實上是增加的 所以它除了Shot-Term之外 Mid-Term的Data也出來了 所以它的E-A-U變得更高 變得E-A了 所以隨著證據慢慢的增加 或許這個E-A-U在未來 還是某部分的病人 是一個治療的選項 那剛剛講的從那個 做攝護腺的注射 我想這部分可能 在臨床上可能使用的價值 並不高 所以就帶過去就好 那當然也有部分的人 是用Prosetate Artery Embroidation 利用E-A-U來改善症狀 再有一些臨床試驗這樣做 不過我想這個在臨床上 目前使用的也是不多 那另外一個值得提的就是 Prosetate Artery Embroidation 因為我們剛剛說 Open了Prosetomy的話 雖然說過去常做 可是它最大的權責就是說 這個東西一開刀 流血會流很多 輸貨恢復很慢 所以現在可能說 我們ROBA既然能開Cancer 那到底ROBA能不能開VPH 一個ROBA Assisted Simple Procetomy 事實上也是一個 可能未來的一個發展 在這幾年有長足的進展 在2015年的EU的一篇Paper 就報說一些 美國跟歐洲Malty Center的 ROBA跟Nabasco Simple Procetomy 來治療VPH的結果 事實上ROBA是相當不錯的 那這也是一個 也是2015年 也是一個對於VPH 用ROBA Assisted Simple Procetomy 治療的一個效果 事實上也是提供很好的證據 也因此如果在2015年的EAU Guidelines 這樣是一個 minimal invasive的 Simple Procetomy 就是大概只要是ROBA的這樣子 針對Procet大於80 需要開刀的病人的話 它是寫說可能是一個 適合的一個選項 Level of Evidence是3 Gradic Condition是C 那需要更多的Data 來去證實它這個東西 它還是一個Under Evaluation 可是在2016年的Guide Line來講的話 雖然說它還是需要更多Data 可是它的Evidence跟Grid Condition 都上升了 所以或許在更多證據支持下 ROBA來開一個VPH 也不是一個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那剛剛講的是一些比較新的進展 那事實上我們在臨床上 真的使用的可能真的 你知道病人每個花山時代 去看ROBA的應該還是少數 那我們常用的還是TURP 比Bipolar跟Laser 那以上把這些素式 做簡單的介紹跟比較 那剛剛有提到 主要目前各個VPH 才是以Motopla TURP為主 那Bipolar的話 事實上現在運用的越來越多了 那你可以做Bipolar TURP 跟TURP做法是一樣的 只是用Bipolar System 那也可以用Bipolar做Inucleation 我想在過去來講的話 可能做的並不多 最近這幾年 慢慢的有一些趨勢 利用Bipolar System來做 你可以選 也可以得到不錯的效果 那也能做Bipolar Repriation 那香菇頭慢慢的把它氣化 也可以得到一些治療效果 那雷射現在大家都用很多 那主要的手足方式 包含用Inucleation 那包含Bipolar 或Reception 都有人在一起做 那我們先講Bipolar 那事實上Bipolar System 如果在國外的旅行 大概是使用了 5系大有5種 第一家廠商 就是GIRUS PK PK到Pasma Kinetic System 這個我想應該是有些地方我在使用 那一個 第二種是ACMI 也是Bipolar 不過這個好像使用的並不少 也是Wistrow掉了 那TUR OLIPUPAS的TUR System TURIS 它是有取一個名字 TURIS TURIS 在配合也是常看到 包含這是目前使用最廣泛的Bipolar System 那當然STORS跟WARF也都有Bipolar Devices 所以事實上不同Bipolar Devices 還是有些些許的差距 它在Bipolar的那個電流來講 事實上不太一樣 所以它的使用的 Clotting跟Coavation跟Bipolar 事實上還是有一些些不一樣 不過我想等體來講 可能差距還是有限 那 那這是TURIS的System 它這樣跟創造的TURP 它一樣是它兩邊顏色不一樣 所以它兩邊是代表 然後它事實上是雙擊電掃的東西 那它最大的優勢就是 它不需要像TURP一樣 需要用TURP 那LONMORE聲音 就可以直接做很有效率的切割 跟脂血的動作 那它另外有一部分 會用香菇頭 我像我們說鎖鎖鎖鎖鎖 像這個樣子 像一個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像香菇頭的東西 就不知道該怎麼行 那它就是會利用這樣的方式 來做企劃 然後把這位線組織移除 那像這個實用其實還算蠻廣泛的 那第二個講的是雷射 雷射事實上 目前台灣雷射種類很多 那事實上它最大的 會不同種雷射的選擇 或不同種雷射的效益 最大的差距是 原因在於它的波長 那像KDP雷射 這我們最常使用綠缸雷射是532 它事實上它的波長是比較低的 所以它對於Hemoglobin吸收是比較好的 所以它可以達到很好的氣化的效果 那如果說是火雷射 把它波長大概2000左右 它就是對水的吸收比較好 對血紅素的吸收略比較差 所以它主要是做切割的效果會比較好 那當然中間還有像DioLaser 它可能也可以做氣化可以做切割 那甚至丟雷射也在這附近 所以事實上它們的不同的差異 主要是差別在於它的波長 所以把常用幾種雷射做比較 那這是火雷射 HomingLaser是TuliumLaser DioLaser DioLaser是極光雷射或黃光雷射 KDP是綠光雷射 實際上它的深度是不太一樣 所以KDP雷射它波長是最小 所以它的深度實際上是最深的 那火雷射的話它波長是最長的 它跟Tulium是差不多的 那它的深度是相對比較淺的 所以也因此 這種雷射就可以比較好的去做切割的動作 那如果說是像KDP雷射 這種DioLaser 它們就是在CodeLaser相對比較好 所以它切割效果就不好 所以你用濾光你要做TURP 或做Education不是不行 不過它的效率就相對比較低 它主要的優勢還是在CodeLaser跟企劃 所以事實上你KDP是比較少用Education 主要還是用Operation 那火雷射或DioLaser 這是Education為主這樣子 那當然那個 火雷射另外也可以拿來做碎石 然後它的Fiber比較 比較Flexible 它可以把它打濕 這也是一種另外使用的方式 不過那這不是今天的重點 所以目前能使用的雷射 Veporation的話 主要還是剛剛講KDP雷射 那現在比較新的120瓦 那現在最新的180瓦 事實上目前使用大概是180瓦為主 那另外DioLaser也可以做Miporation 那DioLaser事實上不同家常商不太一樣 有920、980 甚至要波廠比較長的都有 那Education或Reception的雷射 主要是以火雷射和DioLaser為主 那火雷射波廠是2100 那DioLaser波廠的話 DioLaser其實廣泛的DioLaser有兩家 一家是DioLaser Lymphonic這一家的 那一家是DioLaser1940的波廠 那事實上這兩個其實都算是DioLaser的一種 事實上效果其實差不多的 那國外還有DioLaserLaser也是波廠差不多的 這些都可以拿來做Miporation 那DioLaser的話 它雖然說波廠沒有那麼高 不過也有人拿來做Miporation的使用 那現在比較新的有多波光的雙波廠 雷射包含1940跟1470 所以它可以有些時候可以做切割 利用1940的時候切割 然後用1470來直覺 兼具這樣的效果 不過簡單來講 其實雷射的效果大概是 用波廠來決定它的效果 所以就是早期的濾光雷射 比如Privation 用綠色的光 然後把它氣化掉 那Inucration就是 在它5點到7點切下來 然後先把Midian Lobe處理掉 然後再把兩邊Lateral Lobe 上面也切開 然後把三顆的Adenoma 丟進膀胱裡面 再用Mosurator把它磨掉 這是傳統的Iniporation做法 那現在比較新的人是說 把它 又可以把它切下來之後 不要把它推到膀胱裡面去 直接用TURP 把那個掉下去的組織把它刮掉 合併TURP 這也是一種做法 不過這幾個都是Iniporation的做法 那事實上今天的 後面的Evidence 有一大部分是從2015年一個 滿有趣的Review 它是針對目前的那個VPH的 Trainage Research Procedure 的一些Outcome的Update 那大家有興趣 如果說今天聽得不正 請回頭可以開這篇Paper Meta Analysis 那它第一個比較 是PiPolar TURP 跟Modopolar TURP 簡單來講 PiPolar TURP 是有比較好的Perioperative Data 跟比較少Immediate Complication 所以它的手術 Poly的時間會減少17 凱學院是減少17分鐘 那住院程度減少0.79天 所以差別實際上 雖然統治這樣有意義 可是說真的差別沒有很大 不過它比較有意義的是 減少Transvision Rate R Ratio是0.49 Hemoglobin Drop也減少了 Retention也減少了 那Immediate Oppression 它也就是需要緊急 是在手術的機率也減少了 所以Bipolar TURP 像在Modopolar TURP來講 就是手術中跟手術短時間內的Tondation 事實上是有它的優勢存在的 那另外當然講 它的收點減少 事實上也比較少 不過Long Term來講的話 Long Term來講其實好像是 那個差別都沒那麼大 主要是Show Term的差別 所以以效果來講 事實上它的效果來講 事實上是沒有Difference Bipolar TURP跟Modopolar TURP 不然它的症狀改善 像PDR、Proset-Round Regal 事實上差不多 但有一部分人說 稍微比較高的QMatch 把Bipolar稍微好一點 不過我想Data可能還不是很多 所以我想Long Term Data 可能還需要來一些 就是更多的資料來做這樣的分析 所以 那Bipolar如果來做的話 那Short Term跟Long Term來講 到底Complication會不會比較高或比較低 那Long Term來講 那Bipolar是尿道狭窄或Branet Contraction 或Incundinance 那事實上 這兩種方式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用Bipolar做TURP跟Modopolar做TURP 短時間內 Bipolar的病人安全性比較高 不過中長期來講 似乎是差不多的 Overall的Reoperation Rate 事實上也是都 兩組都蠻低的 那像Sexual Diffunction 或其他的話 目前因為Data不是很夠 並沒有做Metal Nets 不過至少它的兩組來講是差不多的 那Bipolar TURP跟Incundinance 來比呢 Incundinance來講的話 以Functional Relial來講的話 雷射比Bipolar TURP的話 事實上它的那個效果來講 事實上也是差不多的 不過雷射相較於Bipolar TURP 它可能它的那個放尿管的時間 跟住院的天數和初選Risk 還是稍微低一點 那如果Bipolar 一樣是Bipolar 你說Incundinance跟Bipolar TURP的差別呢 那目前來講是有Paperty比較說 當你攝護線比較大的時候 比較大 當大於70的時候 如果說你用Incundinance相較於Bipolar TURP 在症狀改善來講的話 是比較好的 那手術中的Outcome也是比較好的 所以事實上 如果攝護線比較大的話 你要做Bipolar的話 或許做Incundinance會比 傳統的Bipolar TURP來的好 那用那個 跟那個剛剛講的Repression 來做比較來講的話 事實上 它的Bipolar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這個Bipolar Reception 比如傳統的Bipolar TURP 稍微好一點點 所以那這是另外一個研究 它是用PK刀來比較 也是Bipolar另外一個系統 也是比較Incundinance跟 Rexection TURP的差別 也是一樣 當你攝護線比較小的時候 似乎你做那個 Incundinance比較花時間 可是當你攝護線大大於60的時候 像這個F5的研究 攝護線大於60的時候 你說Bipolar Incundinance 它的手術時間反倒比較短 而且Bipolar Reception比較少 不過缺點就是在於說 你說裡面做得太乾淨 你可能在全血的Incundinance 就是有時候我們做完之後 並有一點輕度的那種 Urgent Incundinance Urgent Incundinance 至少會比較高 比例稍微高一點 不過我想這個一部分的話 大部分都會很快就會好 所以差別不大 所以似乎對於比較大的攝護線 用Incundinance 會比Reception來的好 所以在EAU GUIDE來講 事實上 它對於大的攝護線 Incundinance 它在2015年 它說它是只有放 OP或Hole Lab而已 可是在2010年的GIDE 它是用Incundinance 不然用Homelase 或Bipolar Incundinance 事實上 都放到2016年的EAU GUIDE裡面去 那Hole Lab跟Modopla QRP的比較來講的話 缺點就是在於說它手術時間較長 可是它的優點就是它的 Immediate Complication 是比較少的 那就不堪細節 那以它的效果來講 事實上它的Hole Lab來講的話 在這個Metalization來講的話 是相較於Modopla QRP來的好一些 那Hole Lab一樣 跟Open的Projecture 我們來比較的話 對於攝護線大的來講的話 手術時間會稍微長一點 不過它優勢就是它的 住院天數比較短 放Foli的時間比較短 那Transfercial 就是出血的量和出血量來講 也是比Open來的好 所以事實上 Hole Lab 它就是或者Incundinuation來講 對於一個大的受物線來講 應該是一個 比起OpenProjecture 比較合適的一個選擇 那再來提到PVP 那麼這篇Metalignalization 主要的PVP的Data 主要是120W 因為更高的瓦數180W 目前Data還不是很夠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它主要的Data是120W 它如果跟TURP來比較的話 它的手術時間是比較長的 不過一樣 它跟OpenPro的TURP一樣 你用企劃比起傳統的TURP 它的那個手術的 它那個術中的Complication Rate 是比較低的 所以手術的時間 稍微長一點 不過那輸血的風險 和初血的風險 是比較少的 那住院添數明顯是比較少的 那它的Functional outcome 在12個月是差不多的 那如果去比較說 它的那個 Ulture Switcher 或Brenure Contracture 事實上兩組是差不多的 不過如果說是 你用120W的TPP做 事實上在一個 那個 鋁Operation Rate 稍微高一點點 所以過去 大家會有一個印象說 TPP 企劃來講 對於它的鋁Operation 事實上 確實是有Evidence 證實會稍微高一點點 那其它的Data 因為時間的關係就不講了 因為實在放過有點多 那現在 比較新的Evidence Turion Laser 事實上也是有蠻多的Evidence 證實它的效果 是比TURP好 所以在EAEA guideline Update來講的話 事實上 Turion Laser也把它放進去 跟Hole Lab一樣的角色 可以當做一個很好的 alternative treatment choice 那Sexual Adverse Events 在TURP的之後 那當然TPP的 的那個 性恐龍副作用 相較於TURP來講的話 是比較低的 不過這一部分的話 因為目前的Evidence 還不是很夠 所以在這一篇Metal Analysis來講的話 事實上並沒有做一個很 就是認為說 它的證據力 事實上它還不夠 不過它的 那個 Retual Grave Regulation的 那個 逆行射精的比例 TPP是比TURP來的少 所以簡單對於 這篇Metal Analysis做個結論 Bipolar的TURP 事實上 跟Short Term的Data 事實上跟TURP是差不多的 那Complication Rate是比較低的 那PVP來講的話 那最大的優勢 還是Complication Rate比較低 那最後稍微提一下那個 那個初學的問題 那我想 目前 對於大的攝護線的治療選擇 主要還是 是以 Open Percentomy Porelab Bipolar Immunication 跟 跟那個 Later Repriation 為主 那不然用TURP也可以 那比較小的Procent 當然是TURP 還是一個比較好的Choice 那如果小於30來講的話 可能可以做TURP 那如果病人不適合 手術 不適合手術來講 你可以考慮用Minimal Invasion 像TUMT 或TUNA 或做Eural Lift 那如果說病人 不能夠停抗凝血劑的話 目前的建議 是用Laser Repriation 或Laser Uniculation 那我最後做個結論 對於這些問題 如果不考慮經濟效益 Laser跟雙極電刀俗優俗 那目前來講 Laser Uniculation 叫Bipolar的TURP 是有校董的放置Folio的時間 駐月天數以及初學風險 但是雷射跟雙極電刀 對於Innication 做影的對大受物線 都是好的治療選擇 那到底哪一個比較好 目前並沒有足夠的Evaluation 來證實哪一個東西都好 所以在EAQ案案裡面來講的話 他是建議兩個做影的 都是一個TURP選擇 那雷射手術率真的比較高嗎 120瓦的PVP 只有輕微較高的再手術率 或180瓦高瓦數的PVP 目前兩年的Data 跟TURP差不多 那更長期的Data 還需要更多的證據來證實 那如果說不是作為Prosion 就是Innication 它的長期的效果 那目前比較多的證據 是在Holomium laser 長期的治療效果 是較Moloprol的TURP 稍微好一點點 並沒有比較高的再手術率 那對於超大的攝護線 如果大於80g的話 是建議用OPEN或雷射的 那個Innication手術 那用雷射 剛好提到2016年的Data 事實上是不只是用雷射 用Biprolar做Innication也可以 那這兩種相較於OPEN的手術 可以減少手術的風險 那可是到底哪一個比較好 目前並沒有研究比較 180瓦的PVP 或Laser Innication Biprolar 的Innication 當然來的比較好 所以目前雙幾 單級電腦當然並沒有走過歷史 它還是在EAU 跟它一個標準的治療選擇 那目前並沒有Level1的Evidence 證實說 比較使用抗靈血液 並且使用這些安全性治療的效果 不過在EAU剛才來講的話 建議病人如果抗靈血液不能停的話 還是用雷射比較安全 那怎麼樣預知哪些病人手術不會改善 當然攝護線的大小 如果攝護線太小去做手術 阻塞不厲害 或Sorry Symptom厲害 或攝像腦筋厲害 或胖胖功能比較差的人 術後是比較不會改善 那以上做簡單的報告 謝謝大家 臺大醫院命六部 臺灣風神秘廟學會 萬新一 三小一 恢復 三小 Rechts